最新娱乐资讯,对于《狼牙榜2》中没有飞流,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与剧情无关了,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再出场了,飞流不再出现,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,年龄肯定不是主要原因,毕竟他跟庭生一般大,但是,他的武功则是非常的邪门,一个十几岁的矛头小子居然能跟《狼牙榜》上排名第二的萌制过招几百回合, 可见不一般,而且蒙制也是有曾说到过,他的武功有些阴毒,会导致心智不全,所以必然是以透支生命为前提,还有一点,那就是《狼牙榜巨末》的时候,梅长苏去了北京战场,而此时的梅长苏虽有兵去担保命,但是毕竟时日不多,只有三个月,所以三个月后,梅长苏挂了之后, 他也就是只能跟着令晨回到狼牙阁,最为主要的还是因为,后续的故事跟飞流没有任何关系,主要是梅长苏图孙的故事,所以他也就不会出场了,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每日更新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